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觉得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穿搭视频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整个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 which is summertime 然后就觉得夏天嘛就是属于穿裙子的季节 所以就很想做一个小小的裙子分享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就从我最近购买的几件单品开始讲起吧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裙子呢 Yeah, you're right,就是Aritia 那为什么总是买Aritia的衣服呢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有跟大家分享过 Aritia是我来加拿大认识的第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品牌 就也算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买了Aritia的股票 所以说呢我就利用我微博的力量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Aritia 然后更多的人喜欢Aritia 然后更多的人买Aritia 那Aritia就赚更多的钱 那Aritia赚更多的钱呢 我的股票就也会上涨 然后我也可以再多赚一点钱 but anyhow 这个呢是Aritia的一条小裙子 它是白色的 它是一条就是A字裙吧 然后这个面料呢 它上面说是采用了一种意大利的面料 我当时呢是看到官网小姐姐穿 我就说哇好漂亮 然后就也很想试一试 但是呢你们知道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 虽然说加拿大现在很多Retia stores就已经重新开业了 但是呢由于安全的考量 就你还是不能用它们的试一件 不然你每用一次它们就要不停的消毒 对它们来说呢就是经济啊时间都很有损失 那这个裙子是很高腰的那种嘛 就穿上去非常的显气质 这样白色的裙子呢我就随便可以给它搭一个 就是上衣稍微比较短的那种衣服 因为它裙子本身就是很素嘛 是纯白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上衣就可以给它搭一些 就是颜色稍微粗条一点的 可以给它一个对比 拍照也很好看 主要Aritia的那个尺寸真的是有一点点偏小 就是我其实在别家可以穿extra small或者是00号 可是在Aritia就真的是不行 那个肉就是要爆出来 好了下一件下一件下一件 下一件你们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 就是这一条cost裙子 但是我当时真的很喜欢这个纹路 所以一看到我就买了 然后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穿半裙的人 我觉得半裙就是很显气质 半裙啊高腰啊就是可以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就是被撑起来了 然后我破天荒的搭了一双高跟鞋和这个裙子 你们知道我平常也是不穿高跟鞋的 高跟鞋这种东西买回家就是在那里供着 这条裙子呢我也配了一件cost上衣 是这种天蓝色的 我好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无袖的 然后呢其实我最近发现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这种就是骨架可能比较小一点 或者是其实身体有一点点偏瘦的那种呢 其实穿无袖好像不是会特别好看 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穿无袖的衣服 就是显得这边就是特别的尖锐 就感觉就是没有肉那种 其实就也不是好看 其实我个人是喜欢那种稍微圆润一点的身材 就比较有福气 所以呢我最近就不是会特别只穿无袖的衣服 所以像刚刚的那件淡蓝色的无袖的上衣呢 我会就是再加一点 像这种一个小小的外套 就也不会很热 然后它是中袖 哇 by the way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衣服的颜色 你们看就是这种冰蓝色的好好看啊 然后这个袖子这边就是有一点点长度可以盖过 就是我的这边 不会让人看上去显得太瘦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整体的穿搭更加的休闲一点 去掉高跟鞋直接穿一个平底鞋 整个这个look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然后下面还有一条就是我很常穿的裙子 这是一条白色的半裙 它是长这样的 这条裙子呢我喜欢的一点 也是我喜欢的每一条裙子都有了共同点 就是它有一个松紧 所以它非常的方便 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要让我废太多脑子 就是随便一套就可以穿的那种 就是对身材没有什么限制 我稍微瘦一点或者稍微胖一点 我都完全不怕那种 然后很喜欢它这个裙子这边的这种褶皱 就是很鲜鲜的感觉 就是很素嘛 然后很百搭 平常生活中就是很常穿很常穿的这条裙子 然后上衣的话都不用想太多 就是平常配一个T恤就可以出门 我觉得就是呀很好看 像多伦多呢 其实就是虽然夏天很热 但是呢它早晚温差就有时候还蛮大的 这种时候呢就可以在上面再搭一个这种小的毛衣 就也不会很热 但是呢和这个裙子搭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非常简单 然后不用废太多脑子的那种 然后下面的鞋子呢 可以就是随便搭个凉鲜啊 或者是converse的那种帆布鞋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下一条我要讲的是这个 也是Cost的一条裙子 它是橘色的 它是这种就是挺长的one piece 颜色非常好看 我觉得还蛮显白的其实 然后这个袖子这边呢 稍微有一点就是泡泡袖的感觉 还挺好看的 反正我觉得one piece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去想要怎么搭 好像最常穿的就是这几件 也是我这几年找到的可能更加适合我的风格 还有几件呢是以前我比较常穿的裙子 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我的整个人的一个转变 就感觉以前是一个年轻的年鞋 很有色彩的一个年鞋 后来长大了就是稍微的风格打扮也会成熟很多 你们可以完全的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 你们看这条裙子啊 是我去年在我好朋友的店铺里面购入的 你们看大片大片的牛油果的绿色 我觉得好好看好适合夏天啊 就是穿上去呢会有点太宽松了对我来说 我多拍照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很上向 啊我还有这条裙子它是一个套装 其实在前几个视频里面我都有蛮常穿的 你看这个袖子也是有一点泡泡袖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这种裙子的套装 虽然是套装 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其实还蛮就是清新的 不会给人这种大面积同样的那种纹路的感觉 不会很overwhelming这样子 穿上去我觉得很好看 哎呀我就不录了 你们就看看照片吧 穿上去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again这个裙子这边又是松紧的 这真的很方便 还有就是这条裙子 哇该怎么称呼它才好 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夏天我购入的 这个裙子其实还蛮贵的 是K-State家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买了 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 而且它的这个剪裁真的很棒 它可以很好地突出这个腰线 而它这个V领呢这边开的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就不会让人觉得你很浮夸 但是又会稍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心感 就是一丢丢这样子 然后你们看还有这条裙子 是淡黄色的 是淡黄色的A字裙的感觉 是有一点荷叶边的这种感觉 之前在另外一个穿搭视频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这套裙子是来自K-Lamonaco的 就到现在摸起来还是很舒服 很有那种垂感 前年我和我妈妈去巴厘岛玩的时候就戴这条裙子 然后配了一个高跟鞋 哇 真的很好看 喜欢 以前还会穿这种裙子 给你们看 这种很少女 这条裙子也是K-Lamonaco的 你们看这个裙子下摆这边 是花瓣型的 真的很少女 但现在感觉自己就是可能年纪大了 不适合穿这种太短的裙子了 你们继续看我的裙子吗 我以前真的是个很浮夸的女子 哇 oh my god amazing 你们看这条裙子 就是当时在意大利读书的时候去买的 因为在意大利嘛你们懂的 就是天天就是逛逛逛买买买买 现在感觉好劣质 其实是蛮贵的这条裙子 但是你们知道 就是意大利就是那种很色彩斑的 然后就是让人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五颜六色的 虽然掉了护照的我 世界已经变得暗淡 但是还是要买一条不然鲜艳的裙子 来brighten myself up这样子 哇 现在是不会再穿的 而且我现在长胖了 这个裙子我已经纳不上去了 我试的时候这边就是 整个腰这边有一块肉就是 凸出来的很吓人 我真的很喜欢穿裙子 你们感受到我的这种passion了吗 还有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我也常穿啊 之前vlog上进了好多次了 然后 然后有时候在家里坐着拍视频也会穿 我觉得这条裙子很好看 就是蓝白相见的格纹 就这个还蛮优雅的 然后又不会很浮夸 就是配一个好看一点的平底鞋啊 或者是不那么浮夸的高刚鞋 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展现这个裙子 最后还有一件衣服 这件裙子其实你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是我之前在蒙特利尔买的 哇 超便宜 就是80加币 到底是到哪里捡这么便宜 又好穿又好看的裙子呢 哇 这个裙子真的很好看 就是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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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就是买回来以后呢 这辈子就再也没有穿过了 但是就觉得还是很好看 而且它真的摸起来很舒服 我本来以为这种就是裙子 像它价格也没有很高嘛 可能其实会穿起来会觉得 个应人啊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完全不会 它外面的这一层布料也非常的细腻 然后里面的这一层呢 就是轻肤穿的这一层呢 就是也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是个 哇 买得太对 太直的一条裙子了 虽然现在还在思考 就是 When will be the next time to wear it? 就是让男朋友再请我去吃个饭之类的 是不是啊 开会不理我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看得开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你为我点赞 为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